我們發現就是說其實很多人類偉大的發明 跟我們的社會是格格不入的 只要是這個物品本身的存在 對我們使用者跟這個物以外的其他的環境 有一些比較是負面的互動的效益的部分 我們就認為它是不平衡的 那既然不平衡它就是無法共生 那我們是想要從這裡去找到創意的原點 就是說它是一個解決問題的過程 以前我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就是念MBA的時候 我們也有類似企業與環境 這種比較去思考企業的社會責任 跟環境還有跟人本本身一些互動 比較反思性的課程 可是這種課程在技職裡面 甚至在大學部 我們沒有這樣子的課 其實我心裡面會一直覺得有點可惜 就是說其實你在教育學生 怎麼講 現代的社會給他們的價值觀 都已經是非常的結果導向 工具導向 或者是說利益導向 可是對於你今天為什麼會做這件事 你今天作為一個人 你的角色 就是那種比較全人的 把你的思考跟格局稍微架開一點點的 這樣子的課程其實在我們的課程裡面並沒有 那我就發現說 剛好可以結合一下 試試看 花比較長的時間 給他們多一點點問題啊 反思啊 這樣子的一些引導 是不是可以做出比較不太一樣的東西 其實要解決問題 不需要高科技 然後高科技也不是我們的學生 能夠去駕馭的東西 如果有一個簡單的科技 是我們可以上手的 然後用那樣子的對比來思考 是不是其實解決問題 是不需要太高深的東西 所以我後來才會想說 好那就用這個方向來提 這個課程的主題的脈絡 那因為這個計畫本身就是一個 類似教學的方法的一個研究跟嘗試的計畫 因為學生一直在改變 社會一直在改變 那課程你要達到所謂預期的結果 其實你一定都要去隨時做調整 在這個計畫之前 在篩選的一年前一個學期 因為剛好我們那個電子系有一個離世兇老師 就是我們現在團隊裡面的一個老師 大家不小心就是會碰在一起 然後聊一聊他就說 他說他知道有一個adduing 這種東西很有趣啊 在設計系裡面經常拿出來做一些互動 也可以說是你傳出來傳出來 傳出來 所以你會讓我們去拿出一種嗎 那我就在思考說 以前其實我們在篩選學生作品的時候 有很多很多的idea 最後我們讓學生去做final提案的時候 都會限制於我們不會做那些技術 然後學生無法去想像那個技術能夠變成怎麼樣 就是更細部的東西想不出來而捨棄掉 後來學生很多提出來 尤其是我們管理學院的學生 提出來的都是跟機構或是結構 外型設計有改變的東西 然後只要跟有一點電子啊 機械相關的一些提案 我們都會暫時擱置 在專班裡面 因為剛好就有電子系啊 或者是工科的同學 他們就自己因為理解 因為對他們來講那是簡單的東西 如果就能夠應用 然後這些老師也可以進來協助 或許利用這樣子的工具 能夠讓我們去實現某一些創意的提案 最後可以真的在課堂上就做出一些東西 我們在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半老體的IC設計裡面 也有那個SIP嘛 就是你把以前可能是每一個方形 就是一個電子元件 或是變得很大一個電路板 所以其實它也類似是一個小小的電路板 裡面它把一些基本的功能它都設定好 所以它會有一個組的一個類似電路板的功能 然後呢你只要找到某一些 就是相容的那一些軟體 然後運用它的語法程式 他們就可以很快速的去運用那一些 傳統比較複雜的電子零組件 你就想像它是寂寞的概念 如果你都是用開放平台上面的那些語法 就全部都是可以 他們都是open出來的 就是類似像自由軟體那種概念 我不會的人 我就只要買那塊晶片 把東西兜上去 就我只要學這些 我不用再去研究中間那塊晶片 它會降低那個學習的門檻 上學期的學期結束 它們是有一些提案的方向出現 然後這裡這些提案的方向 我們挑選覺得它們比較有機會 或是有趣可以做出來的方向 然後搭配所謂的直信研究的 觀察顧客需求的方法 這裡面就包含 譬如說交情主義談談 一對一的談談 訓練他們怎麼樣從這些 比較社會科學的這些大量的data裡面 去抓重點 然後看到顧客 在這個產品使用上面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做完之後 我們就要帶那個 Aduino這樣子的東西進來 讓他們知道說 原來有一個模組是這樣子的功能 希望他們在前面的這個提案方向 跟這個的刺激之後 後半段能夠做什麼 然後 這大概有4次Aduino的課程 大家開始在做提案發行 然後更具體的時候 你會進到比較具體的技術層次的東西 我們的學生很有趣 他們有的連社團都不參加 下課之後就是去打工 其實是很窄啊 我覺得 人生有些時候你有認識不同技能的朋友 其實有些時候他就是會幫上忙 對於知識的部分 我覺得 至少功課的同學知道 什麼叫做需求調查 然後他們也學到心智圖 學生會進一步的知道 原來心智圖圖的拿來提案之外 他可以拿來整理 這些比較複雜的資料 其實他們都有學到新的東西 所以 去往系的同學還多知道 原來他有一個電子鈴組件是長這種 一樣 至少要磨過你知道嗎 對 我覺得那種感覺就不太一樣 領域之間可以相互尊重 當然我最希望他們看到問題 能夠去反思他背後的理由 因為我們的學生他們很直 他們太乖了 因為你太乖 你就會把人家給你的東西 當成繼承的事實 比較不會真的再去 不去思考那背後的價值 所以這樣子一個學期下來 我希望這一塊是他們是 最能夠有改變的部分 耶穌 大師傭 大師傭 勞